张家界凤凰古城玩四五天一共要花多少钱 吃住交通门票所到要花多少钱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第一天搭乘飞机或者高铁抵达湖南长沙 晚上可以去坡子街品尝长沙美食 第二天前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 参观伟人铜像库居 第三天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欣赏天然仰巴金边溪大峡谷的美景 游览原家界探寻影视阿凡达中的悬浮山 参观云雾缭绕风暖叠障的世界自然遗产 第四天游览武林之魂的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观五大器官天门山所到玻璃站道通天大道 天门洞鬼谷站道俯瞰盘山公路 第五天游览挂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古镇 芙蓉镇接着去凤凰古城看最美的夜景 第六天漫步驼江感受凤凰古城的城景 之后坐车到湘西苗寨 感受原汁原味的苗家生活 喝蓝门酒最后返程回到长沙 根据您的航班提前送您到机场火车站高铁站 这样的一圈玩下来包吃包住包导游 人均不到一千米 我是张家界小罗了解更多旅游攻略 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大家